苏斯特、雲扎都应该是第一个受益者 但是所有的建设和发展没有电 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两种方法 解决 帮助解决洪招地区缺电能 一个是和巴士党政府一起 来修建洪招水边战 一个是把塔什古尔干的电 先把它输送到洪招来 第二个我们想帮助组织专家和具有强力实力的公司 来帮助洪招对周围的矿产进行砍碳 第二个我们想统织专家和财务的公司 来帮助洪招来开发 第三个我们提出现在中国中央政府给喀什地区给了特殊的发展政策 你们知道喀什也是一个贫穷的地区 喀什古尔干也是一个贫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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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决定由山东广东省 和上海市来帮助喀什 帮助塔什古尔干 那么我们建议把中国这个支持喀什发展 支持塔什古尔干发展的政策延伸到洪担来 我们应该在洪担地区 塔什古尔干地区建立经济发展园区 让洪担和喀什和塔什古尔干一样去发展 我们希望洪担地区 塔什古尔干和塔什卡尔 刚才米尔埃德范尔先生提到了洪担的水果出口的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们 已经批准了 我们洪担可以把自己的樱桃和土特产向中国出口 巴基斯坦可以把自己的芒果等水果向中国出口 我可以确认你们 这次来就是为苏式的干港而来 关于苏式的干港的历史 米尔埃德范尔先生 还有埃尼连德范尔先生所提到的 我都同意 苏式的干港发生的事件 是一个非常小的事件 只是两个公司就一些问题 有不同看法 还有机构别人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本来这个问题很小 不应该扩大 但是机构别人把政党 把阿卡汗基金会 把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 也企图残葬到这两个公司的纠纷当中 这机构别人的作为 引起了中巴两国高层的高度冠门 但是这种行为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已经正式召唤了巴基斯坦外交部 内政部 白方级克什尼尔事务 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反馈了有关的调查信息 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当中 有机构别人打破了红杂的案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这些事件 有些人在破坏了红杂的环杂的环杂 那么机构别人 作为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 一直是在中国受到高度军众的一个穆斯林 是温和的穆斯林 是和平的穆斯林 但是以机构别人 却攻击中方的女员工 这是不能允许的 有些人在中国 巴基斯坦的高度军众的官员工 也认为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 一直保持平衡和友好 但是我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高度军众的 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人 可以攻击中国女士 我在伊斯玛堡和阿卡汗基金会的八方负责人 苏丽坦阿拉拉先生做了会谈 我告诉他 苏丽坦的发生事情 跟阿卡汗基金会无关 跟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无关 跟苏丽坦无关 只是极个别人的 个人的恶力行径 今天 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先生 发表了对苏丽坦的事件处理的意见 今天 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先生 发表了对苏丽坦的事件处理的意见 我相信 阿卡汗先生的这一指令应该被军衷 我相信 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先生的这一指令应该被军衷 我相信 伊斯玛耶路 穆斯林先生的这一指令应该被军衷 阿卡汗先生提出了要在中国喀什 要在塔什库干 有一系列的建设项目的意见 就在两个星期以前 阿卡汗基金会还派出了重要人员 西条安排阿卡汗访问新疆喀什的计划 我相信阿卡汗先生在中国的很多投资计划 福利计划 会应该受到极个别人的干扰 我完全同意 阿卡汗先生提出的建议 我们应该让苏式的杠杆 这个建设 按照我们当初的愿望 回到原点 我们应该把苏式的杠杆 建设成中巴两国之间 中巴经济走廊之间 新疆和轰炸的光明窗口 我相信 发生在苏式的这一事件 不会影响我们维护中巴友好 维护昏扎和新疆地区友好交往的热情 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 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 我本人和中国外运愿意全力推进 昏扎的建设和发展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 我们和中国外运愿意全力推进 昏扎的建设 我们会保证的建设和建设和建设的建设 在昏扎的区域里面 谢谢大家